第69章 复明 采尔的轮回 光明之子 轮回圣女 刚才陈子巅也曾提到过呀 其他五人终于明白 陈子巅为什么会选择他们世纪一号猎魔团 并且对他们抱有如此强烈的期望 两个千年不见的天才 竟然就在他们的团队之中 那六位传奇大能虽然强大 但要说天赋 恐怕也无法和面前这两位相比吧 光明之子体质就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轮回之子倒是有过 可当初一个轮回之子 就与那一代的魔神皇同归于尽啊 就算当时的魔神皇已经进入了衰弱期 但却依旧是魔神皇 这两位走在一起的猎魔团 其未来发展可想而知 足足数分钟后 还是韩宇先反应过来 深吸口气 道 我的祖父是骑士圣殿圣骑士长韩倩 原本我的先天内灵力是六十九 但和主人完成护从契约后 受到天赋压制共享的作用 先天内灵力提升到了八十 勉强达到神之庇佑体制 这样也行 旁边的司马仙顿时跳了起来 然后猛地冲到龙浩尘身边 抓住他的手道 老大 团长 你还收不收护从骑士 算我一个吧 我那个啥 先天内灵力也是六十九啊 太坑爹了 差一点就是七十啊 先天内灵力六十九和七十 只是一线之隔 但却成为了隔绝前能八阶与九阶的分界线 先天内灵力七十以上 只要顺利成长又肯努力 达到九阶的可能性很大 反之 要付出的努力数以倍计 成功几率还要小得多 当然 后天的一切运气 也十分重要 先天内灵力七十以上的人太少了 更不用说是八十了 先天内灵力八十的话 几乎是板上钉钉 能够突破到九阶 所以就难怪司马仙会如此激动了 龙浩尘苦笑道 大家先自我介绍完再说吧 应该没什么问题 主人 可是你已经有两个互从了 再加一个 恐怕 韩宇赶忙在一旁说道 他不是给司马仙拆台 而是首先考虑到龙浩尘的情况 龙浩尘向他摇了摇头 道 没事的 我本身也没打算控制过你们 而且 我的先天精神力异于常人 多收一名互从 问题不大 听他这么一说 韩宇也就不吭声了 龙浩尘乃是光明之子 他的情况确实不能用普通人的眼光来衡量 司马仙激动地险些跳起来 给别人作户从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但也要看这个主人是谁 这些日子以来 众人对龙浩尘的性格越来越了解 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光元素精灵龙浩尘 都能以怜悯之心处置 更何况 他们这些伙伴了 没看韩宇那淡定的样子吗 我也做自我介绍 我没有什么深厚的家庭背景 父亲是战士圣殿一名狂战士 母亲是牧师圣殿 一位六阶大主教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在与魔族的战斗中去世了 他是战士圣殿的英雄 我的属性 随了母亲的光明 但却同时拥有了父亲的狂化能力 这也算是个艺术吧 母亲不希望我像父亲那样战死沙场 因此想要培养我成为一名牧师 可是 牧师的治疗技能 我却说什么都学不会 反而是战斗技能学起来快得很 所以就有了现在这种情况 因为从小也没什么明示指点 一路都是自己摸索过来的 实力就比你们差了点 不过 以后我一定会努力的 努力成为一名戒律牧师 他说的虽然简单 但先天内灵力 六十九这种天赋 在整个圣殿联盟中 也是极为优秀的存在了 仅仅凭借自己摸索 就能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 达到四阶巅峰 现在更是进入了五阶 可不是容易的事 灵星一脸郁闷地道 为什么我就不是光属星啊 还有天赋压制共享这种好事 我爷爷是魔法圣殿副殿主 圣魔导师 魔导团团长林辰 不过他老人家 可不怎么待见我 我和司马正好相反 他学不会治疗魔法 我却学不会攻击魔法 但在魔药和修炼灵力方面 天赋还算不错吧 仙殿内灵力七十四 要不是学不会攻击魔法 哥也是天才 不过 就算只是哥有药 也一样很厉害 他说得很是诙谐 众人忍不住都笑了起来 但是 龙昊成却隐约看到 灵星在说出 这番话的时候 眼底深处流露出一抹淡淡的忧伤 龙昊成暗暗想到 灵星无法学习攻击魔法的情况 恐怕不像司马仙那么单纯 不过 涉及人家伤痛的隐私 龙昊成自然不会去问 王元元道 该我了 我莫要 不过我有力量 我是聚灵神血脉的传承者 我们这一脉 是战士圣殿主导的力量之一 我的曾祖 曾经是一位九阶狂战士 后来死于魔族之手 我的祖父 是上一届战士圣殿殿主 也是九阶 死在魔族第五魔神手上 我父亲跟随祖父战死沙场 现在我们这一脉 我是唯一的传承者了 听着他的话 众人脸色都变得肃然起来 曾祖 祖父 父亲 全都死于魔族之手 难怪在与魔族的战斗之中 王元元那么拼命了 这是血海深仇啊 此时他的表情虽然淡漠 但声音中蕴含的那份杀戮气息 却毫不掩饰 我敬佩魔神之允的前辈们 我这一生的目标和他们一样 本姑娘就跟魔族死磕到底了 我先给你们打个预防针 老娘不喜欢男人 更不会在感情上有任何纠葛 除了甘死魔族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目标 说出后面这一句的时候 他还隐隐瞥了一眼 正处于兴奋之中的司马仙 听着他的话 司马仙微微一愣 刚刚因为天赋压制共享的兴奋 顿时减弱了许多 眉头微皱 但也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元元姐 不喜欢男人没事 你还有我呢 我也不喜欢男人 陈音儿嘻嘻笑道 我奶奶你们都见过了 灵魂圣殿副殿主 灵幻堂堂主 灵地级召唤十三水 我爷爷是灵魂圣殿殿主 他们非要给我定下 跟杨文昭的亲事 我就跑出来了 没想到在猎魔团 选拔赛上运气不错 出赛第一场 就召唤出了八肩魔兽 结果吓得没有人 敢跟我正面对抗了 后来的事 你们就知道了 偷偷告诉你们 杨文昭是杨浩涵盟主的孙子 杨浩涵盟主 你们也见过了 其实圣殿殿主 咱们圣殿联盟现任盟主 守护与怜悯之神印王座的拥有者 其是圣殿防御 与统筹之神印骑士 众人虽然早就猜到 陈盈儿的来历不一般 但听了她的话 还是暗暗吃惊 灵魂圣殿 在六大圣殿中 是最神秘的一个 他竟然是殿主之孙 灵星好奇地问道 那你的生灵之门 是怎么回事 那可是八阶召唤魔法 陈盈儿有些无奈地道 我的先天内灵力比较奇怪 任何魔法道具 都无法探测出数值 我爷爷说 我是天生的混沌肢体 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 混沌肢体 拥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在七阶之前 很难学会任何召唤魔法 但是 如果能一直成长到 七阶领悟混沌奥义的话 那么 就能顺发一切等阶之下的 召唤魔法 并且必将突破九阶 甚至拥有直接联系 其他未免的能力 混沌肢体以前曾经出现过 据说魔族很怕 我这种体质的人 所以 他们一旦发现 有混沌肢体的召唤师出现 必定会出动大量强者 将之狙杀 奶奶 执意要让我跟杨文昭 联姻的原因之一 哼 人家才不怕呢 我才不要杨文昭保护我 才不要叶叶 奶奶求人啊 连魔族都要担心着体质 虽然不知道 魔族担心的是什么 但毫无疑问 这混沌肢体 就算比不上光明之子 和轮回圣女 恐怕也差不了多少 在这个小小的七人团队之中 已经出现 三位天赋异禀的存在了 陈银儿介绍完自己之后 王源源苦笑道 我觉得 如果我们能够 活到拥有封号的那一天 较奇葩猎魔团也不错 第二天一早 十支新晋猎魔团领队 下达了集合的命令 吩咐所有新晋猎魔团成员 打点行装 准备回归圣城 三个月的试炼任务 因为魔族大军的撤退 提前结束了 整体来说 这次试炼是成功的 至少十支猎魔团 完好无损 为驱魔官 也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得到了驱魔官军方 以及刺客圣殿的充分肯定 年轻的时间最不能浪费 他们自然不能在这里 继续逗留下去 这次试炼的结束 也代表着十支新晋猎魔团 真正的征程即将开始 纵横大陆三百年的魔神之允 就是他们最终极的目标 圣灵星和蓝炎宇 亲自送十支新晋猎魔团出城 来时的马车已经备好 就要出发了 看着站在龙浩尘身边的女儿 蓝炎宇的美眸 早已是一片水雾朦胧 因为丈夫使用反铜铃炉 反老还铜后 与女儿好不容易缓和了一些关系 可眼看又要分别 身为母亲 她心中的痛苦 可想而知 圣灵星也同样站在那里看着女儿 她的嘴唇抿得紧紧的 她已经恢复了所有记忆 而女儿来看她那几次 更是深深地记得 世纪一号猎魔团的其他人 已经跟随高音杰上车了 就只有龙浩尘和彩儿 还站在这里 圣叔叔 蓝阿姨 你们多保重 龙浩尘恭敬的向圣灵星 和蓝炎宇深施毅礼 不是骑士里 而是晚辈的鞠躬里 目光转向这个 曾与自己共生死过的青年 圣灵星大步来到她面前 张开双臂 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浩尘 谢谢你 简单的五个字 却完全发护于情 圣灵星很清楚 女儿的改变是因为什么 如果没有眼前这个孩子 女儿的心扉不可能敞开 尽管真正接触的时间很短 龙浩尘却已经用她的行为 征服了圣灵星 这么善良而有单代的青年 光明之子 体质的拥有者 作为女儿的伴侣 他们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 尽管他们年纪还小 可那又如何呢 圣灵星深信 无论什么时候 龙浩尘都会尽一切努力 保护好自己的女儿 蓝炎宇也跟着圣灵星走了过来 圣灵星给了龙浩尘一个拥抱 蓝炎宇却深深地看着自己的女儿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有些哽咽 彩儿 妈妈 妈妈能抱抱你吗 彩儿的脸上依旧是毫无表情 但是 感知敏锐的龙浩尘 却能清楚地发现 此时的她 身体在轻微地颤抖着 她的情绪 显然不像表情那样平静 嗯 彩儿轻轻地答应一声 下一瞬间 蓝炎宇眼中的泪水 已是夺框而出 一步上前 猛地拥住女儿 放声痛哭 也就在这一刹那 彩儿只觉得 自己内心之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碎裂了 一直限制着自己的枷锁 轰然倒塌 体内一股莫名的能量 骤然奔涌而上 在她额头上 隐约闪现了一连串黑色的符纹 翁 在龙浩尘和圣灵星震撼的注视下 彩儿手中的轻竹杖扑的一声 倒落在地 一股无形的灰色气流 突然离体而去 紧接着 她那双无神的眼眸 瞬间变成了深邃的黑色 似乎有无数光芒在其中涌动着 彩儿有些呆滞地 任由母亲抱着 她的双手缓缓上台 轻轻地搂着母亲 原本只有漆黑的世界 渐渐变得明亮起来 各种色彩 正在由模糊变得清晰 是的 就在她接受了母亲拥抱那一瞬间 一直困扰着她的轮回灵卢 最后一道枷锁终于揭开 她终于真正意义上地 拥有了轮回灵卢的威能 与此同时 她的视觉恢复了 从这一刻开始 她再不是盲女 而是可以选择六感 失去为何的真正轮回圣女 身边的影像清晰 彩儿被母亲拥抱着 所以 她此时只能看到身边的一切 她看到了她 也看到了父亲 只是一瞬间 彩儿的眼神吃了 原本冷漠的双眸 终于变得湿润起来 妈 妈 爸爸 第七十章 我们是冠军 一 十天后 圣城 圣蒙大会一听 十支新晋猎魔团 全部六十一名成员 静静地按照各自所属的猎魔团 坐在下面 与当初离开圣城时相比 现在的他们 有了明显的变化 包括路上的时间 一共三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以来 他们的脸上 都少了几分稚气 多了几分坚毅与风霜 他们是昨天夜里抵达的圣城 今日一早就被叫到这里集中 三个月试炼的完成 也意味着猎魔团选拔赛 全部比赛结束 今天 应该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聚首了 接下来 他们就将分道扬镳 开始猎魔团的征程 十位新晋猎魔团领队 从大会一厅侧门 鱼贯而入 在他们之后 走进大会一厅的 正式六大圣殿 分别驻扎在圣城的领袖人物 骑士圣殿圣骑士长韩茜 刺客圣殿侠客堂堂主引随风 战士圣殿狂战堂堂主任我狂 牧师圣殿祭祀殿殿主弱水 魔法圣殿魔导团 团长林晨 以及灵魂圣殿灵患堂堂主三水 此时 这六位六大圣殿副殿主 脸上的神色都很温和 先后入座 十位领队除了高英杰之外 其他九人坐在他们后面一排 高英杰站在主席台前方 等到这六位副殿主全部入座之后 立正 以一个标准的骑士礼作为这场会议的开场 韩茜向他点了点头 高英杰沉声道 市集一号猎魔团领队高英杰 奉命汇报 使之星进猎魔团试炼任务圆满完成 得到驱魔军方充分肯定 获得较高评价 各支星进猎魔团表现优异 准与完成试炼 韩茜向他点了点头 道 你们十位领队辛苦了 请回 高英杰右手捶胸 再次完成了一个骑士礼后 昂然返回第二派入座 韩茜微微一笑 看着下面这六十一位新进猎魔团成员 道 我很满意 你们用自己的能力和行动 向圣盟证明了你们的能力 你们是联盟的骄傲 是各自所属圣殿的骄傲 与你们取得的成绩相比 我更高兴的是 能够看到 你们全都完好无损地 再次出现在我面前 此次试炼结束 也意味着你们完成了 猎魔团选拔赛的全部过程 你们的表现都很优异 因为在战场上的军功很难判定 因此 联盟决定 你们在团队赛上的最终成绩 以每只猎魔团功勋总数来进行计算 左页 你们的领队 已经将你们各只猎魔团功勋值汇报了上来 下面 我宣读一下最终的名字 由低到高 市集八号猎魔团 团队功勋总值 1280 市集九号猎魔团 团队功勋总值1346 市集六号猎魔团 团队功勋总值1451 市集五号猎魔团 团队功勋总值2041 市集三号猎魔团 团队功勋总值2062 韩倩说到这里 停顿了一下 他已经宣读了靠后七个猎魔团的功勋总值 在今天之前 所有新晋猎魔团 都不知道其他团队的功勋 能够达到多少 当段一听到自己所率领的市集三号猎魔团 竟然是第四名 没有进入前三的时候 他们整个团队的脸色都变得难看了许多 没有进入前三 就意味着没有团队赛的奖励 此时 尚未被宣读过名次的 只有一号 二号 和四号猎魔团 韩倩看了一眼下面略微有些气馁的七支猎魔团后 到 最终的前三名功勋值非常接近 团队赛奖励虽然不少 但对于你们未来所能获得的来说 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继续 二号猎魔团 功勋总值 2115 获得了最终的第三名 每人将获得奖励300功勋 听到韩倩的宣布 杨文昭的瞳孔 几乎是瞬间收缩起来 双拳下意识攥紧 输了 自己又一次输了 而且这次 只是获得了一个第三名而已 他的目光下意识看向身边的龙浩尘 心中暗暗惊叹 怎么可能 他们可是有50天左右 没有参加后续任务啊 此时此刻 最紧张的是 一号和四号猎魔团 身为团长的龙浩尘和陆希 都不经坐职身体 第二名 四号猎魔团 功勋总值2158 每人将获得500功勋奖励 听到这一声宣布 陆希几乎是颓然倒在靠背上 他的震惊 还要远超杨文昭 没错 比拼团长的能力 他自问不如段毅和杨文昭 但是 四号猎魔团 却是各个职业最为均衡的 他们拼尽全力 最终才获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 可是 他们战胜了二号和三号 最终却还是输了 韩倩脸上流露出一丝微笑 道 最终的第一名 自然是属于 世纪一号猎魔团了 四号猎魔团很可惜 你们只是输了两点功勋而已 世纪一号猎魔团的功勋总值 为2160 他们将获得 每人1000功勋的最终奖励 奖励不包括互从骑士 盛骑士长大人 陆希站起身 虽然他此时的情绪明显有些激动 但还是先向韩倩行了个礼 韩倩微笑道 陆希 你有什么疑问吗 陆希深吸口气 勉强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看了不远处的龙皓尘一眼后 道 盛骑士长大人 我确实有两个疑问 咱们猎魔团选拔赛 一项以公平 公正为原则 我并不是质疑 联盟最终的决断 但我身为四号猎魔团团长 希望能输个明白 好 说出你的疑问吧 韩倩显得很是淡定从容 面带微笑地说道 陆希的脸色因为情绪激动 而有些潮红 高声道 盛骑士长大人 本次试炼 我与我的伙伴们 在驱魔关已经竭尽全力 不断地努力 才在两个多月的时间以来 获得了2158点功勋的总值 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 世纪一号猎魔团虽然出色 甚至比我们更加强大 可是 他们在整整49天 没有参与任何任务的情况下 如何能够获得 2160的功勋总值 这一点 我相信 也是在座其他猎魔团 都存在的疑惑 他此言一出 大部分猎魔团团长 都不禁点了点头 没有表态的 只有杨文昭和段毅 虽然他们也输了 但比起让四号猎魔团 获得最终冠军 他们自然更希望看到 同为骑士圣殿的龙浩尘 所率领的世纪一号猎魔团 获得这个荣誉 毕竟 龙浩尘在个人赛上 也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第二个疑问 来自于龙浩尘的护从骑士 圣骑士长大人 按照联盟规定 护从骑士的功勋 不能被寄入团队功勋总职 但是 功勋却可以根据个人意愿 通过功勋令牌进行传递 联盟又如何能确保 龙浩尘的护从骑士 没有将他的功勋 传递给龙浩尘呢 哪怕只是传给了 龙浩尘两点功勋 也足以改变最终的 团队赛结果了 说到最后 陆希的情绪 明显有些激动起来 第一和第二 单式奖励总数 就差了三千功勋之多呀 更何况 还有更重要的荣誉 在这个时候 哪怕是跟龙浩尘 关系最好的理性 也绝不能阻止陆希 因为陆希所言 完全是为了团队着想 并没有任何私心 韩倩听了陆希的话 微微汗手 道 陆希团长请坐 正如你所说的那样 猎魔团选拔赛 一向以公平 公正为原则 既然有了质疑 联盟就一定会给大家一个解释 高英杰领队 陆希团长的这两个问题 你来解释一下 是 高英杰站起身 重新从座位处走到前排 他向主席台六人 再次行了一个骑士礼 沉声道 我以骑士的荣誉骑士 我所说的每一句话 皆为事实 六位副店主 同时向他点了点头 高英杰在骑士圣殿 是极为著名的人物 当年 他也曾经是一个猎魔团团长 与缠着他那个小姑娘 石小雪的父母 同在一个团队 在一次行动中 他们遇到了魔族的埋伏 高英杰拼尽全力 想要护着伙伴们冲出重围 但奈何 敌人以一位魔神为统帅 实力远超他们 最终 高英杰以光明之火 燃烧自己生命 更是使用了牺牲技能 再加上石小雪父母 各自燃烧生命 才使得另外三位伙伴逃了出来 高英杰原本必死无疑 就在魔族打算处理他的尸体时 另一支强大的猎魔团 得到消息赶来 终于将他从死亡的边缘 拉了回来 回归后 高英杰因为石小雪父母的死生感自责 再不愿组建猎魔团 自己更是养伤三年 才逐渐恢复 但是 他为了伙伴 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 却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未来很有机会 成为一名金金鸡座骑士 因此 哪怕是在座的六位副殿主 对他都要有所尊重 高英杰转过身 看向路西 陈生道 我先解释你的第一个疑问 市集一号猎魔团的功勋 之所以有两千多 实力和运气两者并重 龙浩尘曾经接到驱魔冠军士 总长圣灵星的命令 单独与其出城 参与了一场重要战役 凭借着他做其所释放的真实之眼 避免了光耀天使骑士团 全军覆没的威劲 第七十章 我们是冠军 二 同时更是将使用了反同灵卢的 圣灵星军士总长救回 单狮这两件事 他就本应获得大量的功勋奖励 但是 因为这件任务 军方并未通知我们这些领队 最终只算是龙浩尘将功补过 并没有任何额外奖励 只是获得了在战场上杀敌的那一部分 其次 在你们十支新晋猎魔团 共同执行的那一场任务中 你们应该还记得 龙浩尘与彩尔的最终一击 当时 你们恐怕没看清楚 他们的对手是谁 为那一次任务的指挥 他带领着所属的 市级一号猎魔团 面对了最强硬的对手 四只碧绿双刀魔 以及六只八眼集叠的魔眼术士 并借凭借团队的力量将其毁灭 但是 在这些中阶魔族守护的马车中 却出现了一个意外 车厢内 隐藏着一只马可西亚斯族的 七阶魔族嗜血贝塔 也就是后来 你们所见到的光元素精灵 真正的守护者 市级一号猎魔团 政府团长龙浩尘和彩儿 在伙伴们的帮助下 越阶引动了 他们所拥有的特殊能力 最终将七阶嗜血贝塔击杀 但他们自身 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伤 这次任务之后 他们团队获得了 军方总计七百功勋的奖励 而杀死一只 七阶嗜血贝塔的功勋值 是一千整 这就是他们所获得的 两千多功勋最主要来源 同时 也是他们后来 没有参加任务的原因之一 身为领队 我认为龙浩尘在那场任务中的表现 堪称完美 承担了最危险的任务 并且将光元素精灵 上郊区魔官军方 身为领队 我为他和他的伙伴们感到骄傲 高音杰的声音很洪亮 听着他的话 市级一号猎魔团的众人 不自觉地都挺起了胸膛 是的 他们问心无愧 那两千多功勋 是他们拼命换回来的 他们无愧于任何人 听着高音杰的讲述 陆希的神色渐渐平静下来 回忆起那天的一些记忆 原本还有些不服气的九支猎魔团 都不吭声了 那天的战斗 他们都没有遇到太强的对手 却没想到 市级一号猎魔团 居然面对了那么多强敌 高音杰目光 从下面的猎魔团成员们身上扫过 至于陆希团长的第二个疑问 我只解释一句 市级一号猎魔团的功勋 是平均分配的 他们现在每个人的功勋 都是360 包括以治疗和辅助为主的韩语在内 因此 如果计算韩语的功勋值 他们团队总额是2520 说完这句话 他再次转身向六位副电主行礼后 镜子回归自己的位置去了 听了他对陆希第二个疑问的解释 哪怕是台上的六位副电主 都不禁为之动容 团队功勋评分 如果这出现在一个资深猎魔团身上 他们不会感到意外 但市级一号猎魔团 却只不过是一个新晋猎魔团而已 包括护从骑士都均分功勋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是的 市级一号猎魔团 获得最终冠军 赢得很显 但却绝对是实至名归 没有任何可以质疑的地方 陆希此时的神色 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 缓缓站起身 微微躬身 道 谢谢高领队的解释 我们输得心悦诚服 我代表四号猎魔团 恭喜市级一号猎魔团 获得最终冠军 龙浩尘赶忙站起身 在一切质疑声中 他都能保持平静 但此时却显然不适合 再平静下去 谢谢陆希团长 也感谢在场的每一支 新进猎魔团 我们是共同走入猎魔团 这个大家庭的 大家是袍泽 是伙伴 希望今后 还有与各位 共同执行任务的机会 接下来就是颁奖仪式了 市级一号猎魔团 除了韩宇之外 每个人都得到了 整整1000点功勋 但是 回归团队之后 根本不需要龙浩尘说什么 每个人都主动分出 142点功勋给韩宇 依旧是军分功勋 至此 市级一号猎魔团的功勋总值 已经达到了8520 距离升阶的1万功勋 只差千余 必须要说的是 在回城的路上 陈婴儿凭借混沌肢体的优秀天赋 终于也成功突破五阶 现在市级一号猎魔团 距离升阶降级所差的 就只有功勋而已 圣城之中有不少禁地 其中 在猎魔团任务塔附近 就有一片不小的区域 这里是一片以绿树 灌木圈起来的区域 哪怕是圣蒙领袖级人物 只要已经不属于这里 都不能轻易入内 这里 就是猎魔团的家 绿树与灌木内 是一幢幢二层小楼 小楼的样子都差不多 白色 朴素 每一幢小楼 都有属于自己的门牌号 除此之外 并没有什么不同 二层小楼是被院子环抱的 这个院子可不小 至少超过500平米 里面种植着各种植被 还有用一块块青石板铺成的小路 鸟与花香 令人分外流连 每一幢小楼 都属于一个猎魔团 除非这个猎魔团注销 否则 这里就是他们永远的家 譬如 在中心区域 那幢属于魔神之隐的小楼 就已经被他们使用三百多年了 成功通过试炼的 十只新晋猎魔团 自然也都有资格 在这里拥有一幢 属于自己的小楼 此时 市集一号猎魔团的七人 就聚集在一层大厅之中 小楼两层 一层有一个 挑空六米开外的 开阔圆形大厅 一个足有近三十平米的厨房 以及三个卧室 二层则是五个卧室 每一个卧室 都有单独的卫生间 二层 还有一个三十平米的大露台 除了地上两层之外 小楼还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 里面有专属于 他们这支团队的酒窍 负责服务猎魔团的服务人员 在打扫这里的同时 会为酒窍中填补喝掉的美酒 全身陷入柔软厚重的 白色大针皮沙发中 沉溢而满足的道 这里 真是好舒服 灵心却肉疼得道 舒服是舒服了 但功勋也贵啊 第一年一千功勋 之后 每年递增一千 联盟怎么不去抢 高英杰微微一笑 道 这份功勋可不是租金 而是你们维持 猎魔团资格的必要开销 也是为了促进 所有猎魔团 完成任务的一种手段 否则 要是有猎魔团 沉浸于这里的安逸 联盟又凭什么 将资源向你们倾斜呢 高英杰身边还坐着石潇雪 他正和陈英儿坐在一起 很是羡慕地看着大厅内的一切 他是特批可以留在这里居住的 在这片猎魔团别墅区内 专门有一片属于他们这些父母 为猎魔团战死的孤儿居住区 司马仙感叹道 原本以为八千多功勋已经不少了 现在看来 还是远远不够啊 高英杰道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开会了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从今天起我将不再是你们的领队 这次离开后 也没有资格再进入这片区域 说说你们的想法吧 浩晨 被高英杰点了名字 龙浩晨站起身 道 领队 您不能再带我们一段时间吗 这些日子相处下来 众人对高英杰都极为钦佩 高英杰对他们的指点 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 有他在 市集一号猎魔团 不知道少走了多少弯路 高英杰微微一笑 道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如果我总是跟着你们 反而会制约了你们的发展 说说你的想法吧 我不会在这里停留太久 龙浩晨点了点头 道 领队 对我们来说 现在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目前我们已经全部突破五间 功勋也只差一千多 就能达到一万 这里的租金明年才需要交 因此 我们的第一个选择 就是尽可能地凑上一千多功勋 先升为降级再说 灵星苦着脸道 只是这么一来 我们就要变成穷光蛋了 升级猎魔团 一万功勋是要花掉的 可不是只给任务中心看看就行 甚至还要变卖一些丹药 或者其他的什么 龙浩晨道 至于第二种方法 就是直接领取任务 并且通过已经获得的功勋 提升我们目前的实力 通过完成任务 来赚取功勋值 不急于提升到降级 高音杰点了点头 道 很好 你的思路很清晰 那你更倾向于哪一种呢 龙浩晨微笑道 那就要看您给我们的最后 指点了 我想知道的是 如果我们进阶为降级猎魔团 都能够得到什么 听他这么一问 高音杰顿时笑了起来 没想到你这小子也有狡猾的一面 不过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告诉你们也不算违反规则 将级猎魔团相比于市级猎魔团 优势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任务揭取的难度 难度越高的任务 相对应获得的功勋 自然也就越高 其次是在交易中心的权限 将级猎魔团可以登上交易中心二层 在那里 你们甚至有看到传奇装备的可能 也能与同级别的猎魔团进行交流 第三 升入降级猎魔团之后 你们如果与低级别的猎魔团 合作进行任务 那么将获得更高比例的功勋分成 当然 这个前提是 你们愿意将所接取的任务 共享给低级猎魔团 最后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提升为降级之后 联盟也并不是白白收取你们一万功勋 会给你们每个人 一次选择密集的机会 不包括互从骑士 这个机会可以转赠 譬如 如果你们所有人机会都转给号尘 那么 他就有六次选择密集的机会 当然 所选择密集有所限制 一些特别稀有的密集 以及超越你们等级的密集 不在此范畴内 第七十章 我们是冠军 三 听着高音杰前面的讲述 众人只是微微点头 这些他们 大概也能猜到 但是 当高音杰讲到最后一点时 世纪一号猎魔团的七个人 七双眼睛 就像是照明魔法石一般 刷的一下 全都亮了起来 对于世纪一号猎魔团来说 他们现在最缺少的是什么 首先就是密集 司马仙刚刚晋级五阶 普通技能 他可以在牧师圣殿圣城分殿学习 但五阶牧师 有几个重要的攻击密集存在 如果能够学到手 对他的实力将有极大提升 同时 世纪一号猎魔团 在拥有了灵魂锁链 这件生命共享的史诗级装备之后 群体治疗的欠缺也凸显了出来 这就需要寒语来完善了 虽然对于整个团队来说 他们同样欠缺装备 但技能欠缺显然更加重要 如果能够补足技能方面的欠缺 那么装备方面 他们暂时还可以不进行补充 这也是灵魂锁链 带给他们的好处之一 龙浩尘本来是倾向于自己的第二个选择 准备将八千多功勋 都投资在伙伴们实力的提升上 然后努力去完成任务 但有了高音杰这番话 他们显然要重新规划了 简单的磋商之后 世纪一号猎魔团达成共识 升级猎魔团 六个选择秘技的机会 龙浩尘在权衡之下做出决定 给了司马仙三次 以补强他这一点 含于两次 王元元一次 龙浩尘 彩儿 灵星和陈英尔 暂时不补充秘技 这就是团队的好处了 必要时的资源倾斜 龙浩尘这次得到了光元素精灵 同时获得了刺客圣殿的 遗花接木秘技 并且已经将遗花接木传授给了彩儿 他们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增强 而灵星的各种火系防御技能 暂时不需要补充 陈英尔更是不用学习技能 这样安排 显然是最合理的 至于欠缺的1500功勋 龙浩尘在和伙伴们商量之后 否决了灵星卖丹药的提议 决定去借 卖丹药固然能够换到功勋 但是 对于他们来说 在关键时刻 很有可能一颗丹药 就能救下全团的性命 于是乎 龙浩尘第一个就找上了 世纪四号猎魔团 他不能耽误时间 否则人家将功勋花掉了怎么办 在不能升迭猎魔团的情况下 提升级战力可是很重要的 除了获得冠军的他们自己之外 他所相熟的猎魔团中 世纪四号是最大款的一个 他们凭借第二名的成绩 刚刚获得了3000功勋奖励 加上原本的 总数已经有5000多功勋了 同样是白色别墅 龙浩尘见到了陆西和李星 龙浩尘来这里 很大程度是因为有李星的存在 陆西和李星 见到龙浩尘之后都有些意外 听了龙浩尘的来意之后 陆西陷入沉思之中 李星则是将团队中的其他成员 都叫了出来 1500功勋 对目前的世纪猎魔团 可不是小数 并不是他们正副团长就能决定的 龙团长 请稍等 我们需要商量一下 陆西向龙浩尘说道 龙浩尘微笑点头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他来到这里 开诚不公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没有任何隐瞒 当然 世纪四号猎魔团也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 如果这里不成功 他还可以去找别人 陆西带领着世纪四号猎魔团的其他五人 聚集在一个较大的房间之中 在大家发表各自意见之前 我先简单分析一下 陆西沉生说道 首先 是世纪一号猎魔团的实力 他们既然能够申请将级猎魔团 那么 至少代表着 他们全团已经全部达到了五阶以上 其次 还记得高音杰领队说过的话吗 龙浩尘曾与采尔联手 杀掉了一只七阶的嗜血贝塔 虽然他们也因此受了重创 但如果换了是我们 我们有这个实力吗 其次 大家不要忘记 本就获得了个人赛第一名的龙浩尘 还拥有了光元素精灵 如果是团队之间的比拼 虽然我们也很强 但与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可比性 当然 我并不是在妄自菲薄 论前列 我们不见得 就比他们差了 第二点 我要说的是 世纪一号猎魔团 这七个人的身份 他们之中 龙浩尘的身份我不清楚 但他能够得到圣盟盟主的保护 对骑士圣殿的重要性 可想而知 彩儿的曾祖乃是刺客圣殿殿主 而且 据我所知 他们团队中那个不会攻击的魔法师 是魔法圣殿凌晨副殿主的孙子 与世纪一号猎魔团搞好关系 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好了 大家现在可以歌书几件了 李星身为副团长 自然应该第一个发言 他略微沉吟了一下后 龙浩尘是我弟弟 为了公平起见 我弃拳 四号猎魔团 能够在团队赛中 得到第二名的好成绩 离不开全团的强大实力 在整个团队中 只有李星和白小默 两个人还是四阶 但经过三个月的试炼 他们也都在飞会地 向五阶进发着 尤其是李星 拥有玫瑰独角兽的他 在团队中的重要性极高 团队中的五阶魔法师异军道 帮助世纪一号猎魔团 确实能让我们 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得到一定的改善 但是 功勋对我们来说 也同样重要 无论是秘籍还是装备 1500功勋 可以提升我们的极战力 增强我们在 接下来任务中的竞争力 陆希微微一笑 道 如果我说 我有办法再付出 这1500功勋的同时 让我们也从中 得到相应的好处呢 龙浩尘等待的时间并不长 不过顿饭功夫 陆希 李星等人就走了出来 龙团长 经过我们商议 同意将功勋介于你们 陆希微笑着说道 龙浩尘一喜 赶忙道 我代表世纪一号猎魔团 谢谢众位 请你们放心 只要我们 能从任务中活着回来 必定会将这份功勋 双倍奉还 陆希却摇摇头 道 不 双倍奉还就不必了 不过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希望龙团长能够应允 哦 龙浩尘心中一动 陆团长请说 陆希微笑道 我们希望在贵团执行 第一次将几猎魔团任务时 与贵团共享任务 三 七比例分享所获收益 你们七 我们三 龙浩尘微微一愣之后 明亮的金色眼眸中 多出了几分深意 脸上流露出一丝笑容 陆团长果然是聪明人 好 我代表世纪一号猎魔团 答应你们 站在陆希身边的李星众 梅道 浩尘 你不需要跟你的队友们 商量一下吗 龙浩尘微笑摇头 道 何则两立 相信我应该能说服他们 只是这一个简单的表现 龙浩尘已经充分向市级四号猎魔团 证明了他在团队中的凝聚力和领导力 陆希眼中光芒一闪 道 既然如此 我现在就将功勋转给你 等龙团长的好消息了 很快 这两位团长就完成了功勋转换 龙浩尘告辞而去 何则两立这四个字 龙浩尘并不是说说而已 陆希是聪明人 他又何尝不是呢 四号猎魔团 能够获得团队赛第二名 丽亚拥有杨文昭的市级二号 和拥有段翼的市级三号 其整体实力早已证明 而龙浩尘他们虽然拥有了 晋升降级猎魔团的资格 可毫无疑问 他们必定是将级猎魔团中最弱小的存在 降级的任务绝不会轻松 如果有了市级四号猎魔团的辅助 那么 他们完成任务的把握性和安全 就都会大大提升 甚至还能揭取难度高一些的任务 大家都是第一次独自开始任务 守望相助之下 绝对说得上是合则两立 更何况市级一号猎魔团 还有七成收益的获得 同样的 对于四号猎魔团来说 路西的选择也是最为巧妙和聪明的 降级的任务和市级任务 绝不在同一难度上 奖励自然也要丰厚得多 尽管是共享任务 但他相信龙浩尘一定会找一个 合适利益的任务回来 甚至是一系列任务 比起他们接取市级任务 一点点向上攀爬 就要竭尽了许多 说不定一个任务下来 他们距离将级猎魔团 就能大大的跨境 望着龙浩尘离去的背影 路西转过身 恳切地向市级四号猎魔团的 其他成员道 龙浩尘他们能做到的 我们也能做到 我们也如他们那样军分功勋 大家看如何 李星灵机一动 道 不如 我们统一调配功勋 谁需要 就向谁倾斜 其他人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路西心中一动 这个主意好 我还有个提议 李星 从现在开始 你来暂时接替团长的位置 李星一呆 但他很快就明白过来 路西赶忙解释道 你别误会 我不是要利用你和龙浩尘之间的关系 而是觉得 你们姐弟之间沟通起来 会更容易一些 而且又同为其事 这样 对我们两支团队都好 第七十章 我们是冠军 四 陈英片刻 在伙伴们的注视下 李星轻轻地点了点头 三天后 猎魔团任务塔 二层 猎魔团任务塔 每一层大小都是一样的 布置也差不多 三百平米的厅堂内 周围是六个高大的柜台 六个柜台 代表着六种不同的任务 按顺序分别是 杀戮任务 巡物任务 探索任务 情报任务 战争任务 和综合任务 这里是猎魔团任务塔 因此 所有任务几乎都是针对于魔族的 只有极少数特殊任务 与魔族无关 凭借着刚刚换取的同志 掺杂5%命营的 将棋猎魔团令牌 龙浩尘和他的伙伴们 来到了人物塔二层 这里几乎和任务塔一层 没有任何区别 布置上一模一样 而就在昨天 他们升级为将棋猎魔团后 曾经立刻跑到 猎魔团交易中心二层 去参观了一下 在那里 他们只持续了十分钟 就被打击地跑了出来 好东西太多了 口水哗啦哗啦的 而他们恐怕也是 所有将棋猎魔团 甚至是市棋猎魔团中 最穷的一个 七个人功勋总数加起来 勉强两位数 深受刺激之下 在王渊源 韩宇和司马仙 已经选择完所需密集后 今天一大早 七人就跑来了任务中心 选取任务 功勋就意味着提升啊 在猎魔团交易中心二层 他们甚至见到了一种 超级强力的魔药 名叫圣灵丹 任何职业一生中 都只能服用一次 并且不能用来突破瓶颈 其作用是能够通过 对丹药效力的吸收 提升整整1000点灵力 那可是1000点啊 当然 这玩意儿需要的功勋值 对于龙浩尘他们目前来说 也是天文数字 一万功勋一枚 这还是因为不能重复服用的原因 看到这丹药 灵星眼睛都蓝了 它的魔药学 几乎都是自学成才 曾经见过这种圣灵丹的残破配方 隐约记得 这座圣灵丹需要的配料中 有一种是属于某种八级魔兽 关键是 那份配方还是残缺的 如果七个人一人一颗圣灵丹 那需要的功勋值 就高达7万 这还不算 还有无数令他们眼缠无比的装备 而且 在猎魔团交易中心 金钱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无论是在里面摆摊的其他猎魔团 还是交易中心本身 都只接受功勋交易 大家散开看看 有没有什么适合我们的任务 难度可以略高一点 我们毕竟 要和市集四号猎魔团分享 在龙浩尘的指点下 七个人分成六组 分别到不同的柜台 仔细看了起来 每一个柜台后面 都有一个巨大的魔金板 上面有任务列表 当然 列表上只会显示任务名称 以及奖励功勋数值 具体内容需要查询 查询一次 需要交纳一次功勋值 市集的猎魔团查询时 交纳的是一点功勋 而到了降级 查询一次 就要交纳十点功勋 龙浩尘他们现在 一共只有二十点功勋值 也就是说 只能查看两次任务 功勋难赚 却消耗极快 因此 并不是所有猎魔团 都能成长起来的 被淘汰的 也不在少数 龙浩尘拉着彩儿的小手 走到探索任务的柜台前 查看着魔金板 记载的任务名称 彩儿现在手中 已经没了那根青竹杖 轮回灵卢修炼完成 意味着 他真正拥有 使用这个灵卢的能力 虽然依旧要时刻失去一感 但这却已经能够自行控制 譬如 他现在令自己失去的 就是嗅觉 龙浩尘在那里 认真地查看任务 彩儿却不时偷瞄他眼 自从恢复了视力之后 彩儿就不时会 做出这样的动作 似乎怎么看也看不够似的 他和幼年时 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当年的孩童变成了少年 可是 他的英俊却是有增无减 伴随着修为的提升 那份充满光明气息的英俊面旁 充满了亲和力与吸引力 甚至从他身上散发出的 纯和气息 都有洗涤心灵的作用 这就是光明之子啊 咦 龙浩尘突然轻易一声 将彩儿从有些呆滞的状态中惊醒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只是瞥了一眼 彩儿就知道 龙浩尘的惊疑 是因为什么了 将级猎魔团 所能接取的任务果然不同 下面市集猎魔团的任务中 绝大多数奖励 都是一千到三千 甚至还有奖励数百的 而到了将级这里 任务奖励 就没有三千以下的 在众多探索任务中 龙浩尘几乎是一眼 就看到了一个 奖励格外丰厚的任务 任务名称叫做 探索恐惧悲笑洞穴 任务奖励 两万功勋 危险度 未知 好高的奖励 龙浩尘有些心动了 尽管他在同龄人中 算是沉稳的 但毕竟才十几岁年纪 多少都有些出生牛 独不怕虎的意味 高英杰曾经告诉过他 一般来说 危险度未知的任务 都会很快被选走 因为这种任务 很有可能会遭遇到 危险度很低的情况 只是危险度未知 任务的奖励 都不会太高 可是 眼前这个任务的奖励 在探索任务中 可是最多的了 整整两万啊 就算分给市集 四号猎魔团三成 他们也能获得 一万四千奖励 对团队的提升 有极大好处 而且 在任务中 所获得的一切东西 也都属于 他们猎魔团 本身所有 赶忙将伙伴们 叫到身边 将任务 只给他们看了 司马先毫不犹豫地道 老大 还犹豫什么 查一下这任务地点 就是了 反正 我们有二十点功勋 可以查两个任务 这么高的奖励 却是为之危险度 我估计 很有可能是因为这地方 需要深入魔族才行 听了司马先的话 众人眼睛都是一亮 如果是需要深入魔族 那奖励高昂 就很正常了 龙浩尘点了点头 道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任务的位置 来到柜台前 交上十点功勋值 选择了查看 很快 任务全貌就出现 再是级一号猎魔团 众人眼前 恐惧悲笑洞穴 位于魔族中心区北侧 需深入魔族 两千三百里 穿过魔族四个行程 根据情报 恐惧悲笑洞穴 因经常发出奇异笑声而闻名 乃是数月前一次 地质变动后突然出现 内部错综复杂 但很有可能 出产某些特殊宝石 如能在完成探索任务中 将其带回 将按宝石价值 额外兑换功勋值 恐惧悲笑洞穴 目前危险度未知 但需深入魔族内部 并且很有可能 遇到魔族探查者 接取任务团队甚至 接下来就是恐惧悲笑洞穴 的详细地图位置了 看完这些介绍 将棘21号猎魔团的众人 都随之皱眉沉默了 将棘21号 是他们的最新编号 这也意味着 在猎魔团中 将棘共有21只 龙浩尘沉声道 需要深入魔族2300里 这个难度着实不小 大家看如何 王渊源道 这个任务虽然很难 但可以想见 一路下去 只要我们能够完成 利益应该不小 刚才我看 那边有一条 也是2万功勋奖励的任务 在杀戮任务那边 要不我们对比一下 其实 龙浩尘他们自己 都没有感觉到 因为在猎魔团任务中心 二层受到的刺激 他们都有些不淡定了 对功勋的渴求 也太过强烈了 很快 他们剩余的十点功勋 查阅了那个杀戮任务 任务目标 是杀死十只七阶终极魔族 根本不用去看名字 龙浩尘他们 就果断放弃了 当初他们能杀死 嗜血贝塔 已经是运气中的运气了 浩月偷袭得手 大幅度削减了 嗜血贝塔的实力 同样的好运 不可能永远伴随着他们 更何况 数量是十只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只能是送死 更重要的是 还需要找到 这种强大的魔族才行 到了这时候 他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因为 他们拿不出功勋 再进行查阅 一个总功勋为零的猎魔团 就此诞生 新鲜出炉的 将及21号猎魔团 七名成员面面相去 最终 众人下定决心 拼了 如果是不可为 那么 大不了放弃这个任务 反正任务 接取后放弃 并不扣除功勋值 到时候 再借点功勋 重新接取任务就是了 而且 这个任务 是针对于一个猎魔团的 他们将其共享给市集 四号猎魔团 相当于是 全部13个人来完成任务 机会还是有的 于是 龙浩尘在伙伴们的簇拥下 再次来到了 探索任务发布的柜台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